国庆群众大会华语对话会 今天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 多达150人出席了这场活动 对话会由贸工部长陈振生 与民情联系组主席陈振权联合主持 与会者就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 谈到的几个课题提出反馈 以及他们的担忧 部长则对这些忧虑和提问做出回应 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民生问题 都是衣食住行 不过他们很快地就了解到 其实我们的民生问题 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就是国际局势的影响 也要看如果我们要帮助 更多弱势群体的话 那我们也要看我们国家的资源 那我们的国家的资源 又要取决于我们的竞争力 今天的活动是由 民情联系组合联合早报举办 下一场对话会定自来临的 星期四举行以英语进行 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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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